我经纪人给我接了一档真人秀 我本来呢 是不想过来麻烦你的 但现在情况特殊 所以希望 你能和我一起参加 你是有必须参加的理由 可是我好像没有吧 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但是因为事发突然 还是有很多质疑我们的声音 而且我们的协议也写了 要增加曝光度 来证明我们情侣关系的真实性 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曝光 对了 还有 我上次做了一个直播采访 不知道哪儿来的一群水军 刷了一些又蠢又假的评论 导致现在网上越来越多的人 怀疑我们的关系 所以现在急需这个节目来骗过 不对 是一直这样的风头 我去 喂 纹丽 帮我跟成立联系一下 说我跟她的会面要推迟到下周 对 然后再告诉她 她的项目书我看过了 我很喜欢 好 就这样 不好意思啊 我下次 绝对不会再拿这种事情 过来麻烦你 今次这一次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又不做亏本的买卖 你怎么会不做 还没办法 要送给你 我给他那些 我要那个 嘴巴 换了 我 不用了 我 把你得了 我 就是 再次 明天开始 来我家排练 好 这是什么 我让文丽编写了 我们相遇的经过 如果有人问起来 我们得统一口径才行 我们得统一口径 闻特助还真是全能啊 活动时间到 夏琳往活动现场赶去 从此两人结下不解之缘 这也太老套了吧 那跟我们的真实精力相比呢 我们的真实精力 至少没有违反物理规律啊 还抱着转两圈 以为是在跳华尔茨啊 而且那个姿势亲上去 门牙都会被咳掉了吧 那你觉得要怎么签 至少应该 我们干嘛研究这个呀 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事情呢 就是说多错多 还不如说 我们就是 在活动现场认识的 你呢 被我的美貌所吸引 对我一见钟情 念念不忘 然后死缠烂打 而我呢 也就只能 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行了 就按你说的 我瞎说的 不用 我觉得挺好的 萌萌 你这是要亲自下厨吗 凌夫人不想尝尝我的手艺吗 那多不好意思呀 行吧 那我先去参观参观 我们的假期官宣了 今天公布的嘉宾阵容 谁呀谁呀 妮可 王鹏 夏琳和林一舟 哪个夏琳啊 就你认识那个夏琳啊 夏琳接到综艺了 嗯 恋爱 这人秀 对啊 他们不是订婚了吗 就是他们上综艺节目 散散狗俩 订婚了 嗯 前几天宣布的 那个时候你在拍戏 不知道 他们俩怎么可能订婚呢 一定是假的 一定有问题 一个个人 看着你 让我再看个人 衣服 那看到他 我们的办法 我们的这次 都不想要 有没有 thấy 一个知道的 但不过你和林依舟 怎么回事啊 那天晚宴不是还不认识吗 认识认识 我上次是故意逗你的 是吗 那你那天怎么没跟我提起他呀 我们说好保密的 而且 连我经纪人也不知道的 不过你 不是说好要冲事业的 怎么忽然转型了 人生就是这样 处处充满惊喜吗 睦睦 过来帮我一下 好 我来了 李依舟和你在一起 我现在在他家 在跟谁打电话呢 是楚言 你叫他过来听电话 他还要跟你说话 喂 幼稚 挂了 你 我 你 那你 你 你 我不 跟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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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俩多早就认识了 三岁开始的孽缘 林依舟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 佐罗的电影 怎么了 还有两年前 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个化妆舞会 还戴了一个金银色的面具 面具的右边还有一个口红印 你希望我去过吗 你就说你去还是没去过 那种地方我基本不去的 我 你接受很专门 你问我 你能找到自己的 要找到我也有 我自己来就行了 真的 我自己可以的 好了 那个 我还要帮你做点什么呢 洗菜啊 对对对 洗菜 你切到手指了 流血了 你张嘴 你把嘴张开啊 好 伸进去 先消妖毒 我就跟你拿张嘴蝶 你等我啊